Different 好 枪口的位置 我们的弹圈 跟住4万 Michael Soyza 一对10 也选择跟住 我们flink Ace King 杂色 好 在观察会的flink 直接加住到17万5 用手里的一手S King 那么这首牌弹圈 是有点难处理了 弹圈这边就是在埋伏 所以弹圈有可能会all in 可是如果这么接近前圈的时候 如果他选择跟住去打翻前期 也是有可能 可是这个AQ也太大 AQ既然已经蹲到了一个加住 那么他这里选择拳下 还可以打掉对手一定的气牌率 可是这边他也要换个小 我想flink这边大部分有牌 应该也是会选择直接all in 就是不够强的牌 还是会做一些加住 又有一些加住的集 像我们Tutailer就经常用这种 对 可是他现在这边 如果选择一个all in 对手 他是一个 他好像剩80几万 对手加20万不到 不知道会不会有气牌率 他应该想这件事情 他有80多万 对手现在才加住到17万 也蛮接近的啊 再加上10千 很难讲 哦 哇 天哪 他感觉到了一些什么 哇 这个也太夸张了吧 我觉得就是因为快前圈的关系 哇 要不是 就要不是能轻人看到 这个思考过 想啊 都以为他偷看到了 对 他直接all in 搞不好 搞不好还比较容易被跟 哇 A圈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 面对一个 仅仅是一个 一个加住啊 他选择直接把A圈盖掉了 这是那一线 我跟住之后 直接在前周盖掉了A圈啊 非常厉害啊 好 弹圈 AQ 会不会直接all in 他只有30个前铸 这边直接all in 对他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诶 可他筹码看起来不止啊 他这边一百多万吧 那显示应该错误吧 我这边看目测他筹码是一百多万 哦 坦旋应该会选择做一个跟住 对啊 你看他一疊是50嘛 然后 60万60万70万80万90万100万左右 一百多万 所以这边可能会被跟住 六十万 六十一万 好 加入15万之后面对一个六十一万的 再加住 总统是只能去选择call了 这应该放不掉了 正面对这3b的all in 这个Michael Solita 其实这把也是推得很有种 稍微说这个应该要直接盖掉 因为毕竟面对一个对手的家族 好 我们看一下翻牌 好 没有太多帮助 只剩下3张k 我没有太多帮助 好 没有太多帮助 我跟他说你这是有心的 我没有太多帮助 你不是AK 叶皮蛋也是 哦 掉了这张 好 多了一些牌 3张10和2加k 我差了他還剛OE我 他如果是說直接OE的話 那我們的Michael Soyda也是很遺憾的 成為了我們決賽中的一個Bubble 那在這一場比賽的冠軍呢 可以獨得我們獎金是765萬港幣 那總買入是42手 目前還有7名玩家 還要再死掉兩個人才會進入獎金圈 那獎金圈的獎金是191萬港幣 再淘汰兩名選手 好 我們的Rayman在加油的位置 選擇跟住了他的A圈同色 跟住5萬做了一個埋伏 他的目前籌碼有240萬 那面對像Hexon這樣的130萬 他的A圈是可以無壓力的跟對手打光的 我淘悬在裝偉旋的過牌 這手牌他的A圈同色是沒有蹲到任何一位玩家 Hexen目前有一个八九十勾的两头买顺 谭轩是击中了中队 柔面的两高杖在这个面上其实作用不大 可能会在有人打之后直接改牌 说不定的 那我觉得这边Huston其实有一个进攻的机会 因为还是有一个买顺的组合 可是因为它是一个狗开不太了牌 所以它起针应该可以选择一个主动的下组 哦它没有选择下组 那我们弹圈会不会选择下组位置最好 在面对另外两家都过牌两次的话 这边应该是可以主动下组做一个保护 它很有可能会觉得自己牌是领先的 因为两位玩家都没有下组 没有人有十也没有人有六 有十有六在这里都要打的 它四人很有可能会跟你讲 有一个双头生的机会 面对一个十万的下组 并不是很大 就40%的一个下组 选择做一个加组 那我们的弹圈是这里会选择盖牌了 面对对手的一个加组范围 它9是不够防 而且我们的Hexen也是知道 我们弹圈在这里的一个打的范围 比较的极限 有很多的一些空气牌 它有一些9和10 那么这里 它哪怕是有六 面对一个加组它要考虑考虑 即使是有六跟上来之后 它还有一个两头买顺的一个成长空间 所以Hexen这个加组是非常好的 做了一个扩牌加组 看一下我们弹圈怎么处理这颗牌 那坦圈自己本身有一些顺值有一些葫芦的一些阻挡牌 这其实对坦圈来说其实有一点麻烦 哦 选择跟住了 那跟住的话 它就是只是去抓退手的bluff了 他会觉得Hexen这里没东西 那我们Hexen没有击中 Hexen会不会选择all in呢 all in肯定是打飞了 但是你们有这个魄力吗 对手已经是面对小频率的一个非常低频率的转牌的过牌加组 做了一个跟住 可是Hexen在这种泡泡体肩常常干这种事情 结果常常把自己弄死 而且我们弹圈也是 我们弹圈也是知道Hexen是一个会打的玩家 他这里跟住了之后 很有可能会遭到他合牌的攻击 我们弹圈脸上也写着一脸我不相信你 那果然Hexen不敢动了 放弃了放弃了 不敢动了那谭生可以 可能觉得自己赢了吧 但是他在想如果你打的话 你还有bluff的一个可能 你这里过牌了你是有摊牌价值吗 他这里会不会自己考虑把自己的一个酒 怕摊不过的对手 然后转成一个炸火 这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会觉得对手这里在前置会过牌 那对手可能会有摊牌价值 那有摊牌价值一定比他的酒大 他选择过牌了 他选择过牌了 看一看 对手的酒气 哎呀 又被抓了 好 我们的2Terror 这边是不是要选择一个加注呢 一塌风格啊 好 选择一个平跟 那Ivan Leo的JQ也选择跟进去 好 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人有牌耶 好 并没有人选择家主 是一个四人平跟的一个底词 OK JQK 我们Ivan Leo击中了两队 好 我们的2Terror 其中了底队的同时 还有一个坚果顺子的买牌 好 们这边 好 请 别的反应是25 12 12 12 15 1 好 turn 掉一張8 Ivan6還是保持領先 那底池已經到了 52萬5 Ivan這邊有沒有可能會直接OE 因為畢竟這邊中了兩隊 那Ivan現在後面只剩下 68萬5 現在下注 18萬5 好 收下底池 我們出Telic的蓋牌 Astance 2牌 Flink 他的籌碼原本籌碼也蠻健康 現在只剩下130萬 看來我覺得我這個Final Table應該還是會打蠻久的 畢竟我們的盲住結構很好 大家充滿都還蠻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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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Hotten OIN 可以我們下一家Ivan Leo Ivan Leo沒有憋啊 上了 要跟他上了 S Queen同花 那我們看我們Hotten 果然這是Bubble Time的時候 真的是不怕死啊 去推一些很很邊緣的東西啊 我真的是K10 但是他面對一個S Queen 也還好 44對55 看一看 K10 哎呀被擊中死了 難道我們Ivan Leo是要被打出去的嗎 還好 還是有三張一盒三張圈的出牌 還有六張 還蠻多的 只是兩邊互換而已 哦 直接擊中了 他是有兩隊的擊中和三條的擊中 看一下我們 看一下我們調皮的Hotten 合牌 合牌一張圈那 直接把我們Hotten帶走了 又吃了一個小泡泡 他只能又吃了泡泡泡泡 Hotten在Bubble Time的時候 真的打著吃有點太激進了 就是他都會推一些很邊緣的泡 然後導致自己GG 但是其實也還好 他撞上的這個結果 可以看到 也是一個差不多的一個55開 看這個獎金圈 的確會挺磨人的 看我們的路面有一個A圈 銅色 做了一個跟注 好我們的AVN也選擇跟注六萬 輪到我們關上位的彈宣行動 對 好 感谢观看 好,现在换我们的谭轩再利用CO的位置加注到27.5万 70 off 那谭轩是感觉是比较靠few的啦 可是其实通常我看他们的一些直接玩家的一些选择 他们还是比较倾向于是去有一些blocker 有些S或有些K的一些牌 好,我们的Romate选择一个跟住啊 刚好撞到,因为他手上没有一些blocker 没有一些阻挡牌,没有一些S的话 那相较于前卫拥有一些比较大的牌 像Romate这个AQ 有一些比较大的牌的几率就会增加很多 那就会比较容易遭到抵抗 好,他也进去了 我们的Everly也进去了 那来到一个三家的加注底时 这个底时就会变得非常大 一下子就来到94万5000 那我们的Romate是直接击中了一个顶队 两家都过牌 谭轩只有一个10嗨啊 谭轩应该放弃了吧 这里势必还要再打一枪 因为94万5000的底时很大 非常值得打 我自己是觉得说 就是毕竟就是想第一步要想要投 然后没投到 然后就算了 就面对两家我就算了 我比较倾向于这样子 看频率的也要 主要是自己的形象好不好 故事能让人相信 打了一个30万 那这法如果被跟上 应该没法打了 除非转牌有一张9 那我们的Romate A圈进去看到圈叉叉叉 那这个A圈肯定跑不掉了 果然那个 那个 谭轩像阿童讲一样 还是选择硬干一发 直接做了一个OA 那盖光了 他也是真的蛮有种 不怕对手有牌的 他不call你我call你 也该快来了 一段时间没牌之后 马上就总归会来牌的 那不可能一直没牌啊 可是就其实 来了 可是真的 来了还可以玩头牌 就其实最近就好像 我最近也有自己在接触一些 短牌的一些游戏 就好像真的就是 有时候就一波 真的就一直没牌 一直没牌 一直没牌 可是有牌就一直有 一直有 好像一波一波这样 这跟短牌好像没有关系 好像长牌里面更加 长牌卡的带 没有长牌大部分都吃没牌 长牌卡的带的情况 长牌大部分都没牌 非常多啊 我甚至有一场比赛 就坐了两个钟头 一把都没有给玩 有很 这个我觉得倒是还要 因为长牌本身 要有牌机率就很低 我在桌上把下午茶给吃完了 下午茶点都吃完了 一把牌都没有玩 真的一把牌都没有玩 就忙都抢不动啊 人到我这装会小忙的时候 是什么 就2739 这种杂色 哇 来了来了来了 这个真的是 来牌就马上来啊 来牌就马上来啊 我们的 我们的 出退了这边的 pocket kings 势必要在这边 选择一个 all in 因为他不想要看到 s在这个flop 那不可能 不太有机会慢打 他重买不适合 他就50个前注 好 还是我们出退了这边 我觉得他打的可能是 我觉得是最好 不一样的 然后就跟别人又与众不同 然后有一个 自己的一个 系统 来处理这件事情 他这里 不管是什么 可能这头牌之后 也看不到了 用跟的 用跟的 这是我觉得 他有可能他会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第一次觉得 是all in 可是我一直始终觉得 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做法 因为对方的筹法cover他 所以他也喜欢避免一些风险 因为毕竟对方是很早的 前面位置加注 所以我想到的是 他可能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一些想法 在这边 他选择用KK慢打 其实也不是说避免风险 而是想要去圈更多的价值 他对他的翻后自信 他的翻后技术的一个自信心 可想而知 我自己的想法倒是这样子 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件事情 就是他这边是KK 那队友在前位加注 那很有可能是有很大的牌 有可能有AQ的牌 那或AK的牌 可能会扣到all in 那可是遇到这些牌 他KK 也只有百分之六十的胜率左右 所以他想要看一个 翻牌 他想要看一个翻牌 看有没有安全一点 来进行这个翻牌后 只要没有A是蛮多安全 而且因为对方的筹码cover他 他可能觉得会有一些危险 因为毕竟他每一名的奖金差很多 所以他面对一个前位的all in 他可能觉得这样子打 是一个比较保险安全的做法吧 我们的谈宣好像也要进了 谈宣选择盖盖盖盖 这是一手唯一在短牌里面第一次见到 第一次见到 KK和AA翻前打不光的 对对对对 真的是只有Tutela能够 所以我要想说看他这一把他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先水平了这个 而且他在短盘里面选择慢打就已经非常的非常的 就有有一个有一个信心和魄力在了 短盘里面选择慢打的概率就是短盘里面选择慢打 他的被超车的概率太高了 特别容易就有阴沟里翻船 两位玩家目前真的都不知道对手手里有这么大的牌 难以想象啊 人家底时已经84万了 哎呀 哎呀 哇这里的LAM也是打得非常的好直接就零空了 因为现在里面那个开的结构其实蛮死人 怕对手有一些90啊 这个就逃不掉了 真的逃不掉了 这AP就真的在这个面上逃不掉了 这个是再好的技术都没有用了 这张桌子肯定他夺关了如果是 River Ace River还有一张Ace 好 就翻前都已经逃过一截了 只是翻牌后 翻牌实在逃不掉了 哇 这个是厉害的 他这个牌就如果对手是A勾 就抓掉了 真的就抓掉了 或者是 对圈圈这种 好我们的Romaine这边应该也会选择一个平跟入尺 好我们坦萱在Button有一个Boss Off 他没有选择做一个隔离 毕竟这牌还是没有一些阻挡牌啦 在有位置的时候过牌还是可以发挥坦萱翻牌后的技术 哇 这个牌对Romaine是不错的 一个Double Gutter 就是双卡中洞瞬 那现在这张牌反倒是让我们坦萱中了两队 坦萱应该这边要打 而且我觉得应该会打一个20万 因为毕竟这个 他的牌也是有一种随时被超车的机会啦 但是他这边挤中了两队 哦 他选择继续的check 这我倒是没有想到坦萱在这边做一个check 合牌来到一张ace 那就是他的牌会转成就是bluff catch 看一下我们的Romaine 但他有一个10 哦还是要打哦 变成是Romaine要把他的牌打成一个bluff 所以要被我们坦萱抓了 好我们的Romaine偷鸡又被抓了 好我们的Romaine 这边有A10童花 应该选择一个是主动加注吗 哦是跟注个10万 好 圈9同色 因为选择跟注 看一下我们弹圈的底牌 18同色 在关煞的位置 他还有180万的后手 也选择跟注 也选择了跟注 那么我们的Mainland吧 圈6砸色 应该不太会选择挤压了 虽然他现在挤压的收益是非常大 但如果他要做这个挤压 可能要冒的风险也蛮大的 因为目前场上的四位选手 四位玩家都在底池中 看一下他会不会选择做一些激进动作 底池目前有40万 这一偷个底池真的是超级划算 果然是要去做一些剥削啊 好选择加注到一个42万 做了一个42万的加注 其他玩家很难去抵抗 可是其实Romaine的筹码够深 Romaine可能应该是可以抵抗的 他的A10是可以抵抗的 但是关键问题是他A10是最没有位置的 他要考虑的是 有没有人在后面埋伏啊 对他一旦跟注这个42万 对他一旦跟注这个42万 那么后面任何一位玩家的all in 他都要跟注了 我觉得他这边跟注应该是还行 因为毕竟Ivan跟我们的谭轩 筹码了200万以下 如果已经有一个limper的话 有人先跟注的话 他们两个很有可能会直接 哇Ivan这个是 很凶啊 很凶啊 那谭轩也要进来了 是谭轩也要进来了 这个 这个没办法 这个是被圈进来 短牌就越多人跟 你的牌就要跟越松 因为赔率真的是太好了 哇 这手 哇哇这把谁赢了 谁就肥了 这把一比死前金有168万啊 我们在benlam啊 就做了一个挤压洞 怎么样到第一个进来 没想到第一个跟了之后 开车全部都跟了 哇789 然后我们的 我们Romain是一个 双头顺带蛮NAS花 然后我们的 还有两高张的他 对 然后我们的他配的是我们Ivan 然后谭轩是一胚带双头顺 哇 搭起来了 那我们的Lain 打 Q6 Q6可以逃了 Q6可以逃 他是一个搞式的 先搞式的先逃 真的是先搞式的 他会不会是战略目的就是 我做一个家序 你们全进来 你们打 我走 我先走 对对对对 拋砖引玉啊 那谭轩这个位置就很尴尬了 这个80 真的很尴尬这个位置 对 因为他有可能会盖掉的 我相信他 因为他也没有任何花的一些 broker 一些主导牌 但是如果80在这个面盖掉的话 很难看到更好的面了 就是天顺 天顺或是天两队之类的 他选择all in 好像 哦 他选择还是跟住 那我们的remain 如果 如果 这样子的话 如果要上了 要cover两个人啊 他cover两个人可以选择直接all in 对啊 他应该要直接上 因为这个牌如果他选择跟住的话 不够多 摊牌加 摊牌应率不够 而且他这边all in 还是有点气派 哇 选择加住了 哇 选择all in 果然是选择all in 那我们的后面两位玩家就 这就是贼惨了 那我们的remain 应该是跟不动了 这应该是跟不动了 他只有一个顶对 真的完全跟不动了 这个45万啊 他只是想强大敌势 但没有强到 我们的谭宣目前有 百分之二十六的绝对盈率 百分之五十七的总体盈率 这个真的是被拳进去了 那这个牌 真的是 互相搞事 把这个底池弄得越来越大 然后控制不住了 现在 真的是控制不住 然后 那个 翻前先 先那个 Benly先 先 先丢个耳镜来 然后 翻后 换我们的Ivan Leo 再丢个耳镜来 然后让两个人打起来 对 他们两个没什么牌的 各种去做一些 开车的事情 对 我说我赢六吧 他有人勾勾 我赢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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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赢六八嘛 乖乖的看意上蛮好啊 哦 罗妹这边有个九十童花 他说 直接选择all in 他选择all in 这牌的确挺好的 这个牌很不错的 all in 反正也不怕别人跟 好的 诶而且大家现在 啊 哇哇哇哇哇哇 marketing 咦 3 rus 3 rus 哇靠 3 gaps 在场上只剩下4名玩家的时候 哇 这时候我们来验证一下 3 rus 区 tho 90 东花 它居然有33 upper 对上两个大 超队 對阿 對像A和KK啊,90又33%啊 這個真的是90號錢 等於就不落後了已經 就沒落後啦 比KK還要強欸 比KK強了多少錢 對啊,90現在比KK強 哇,這個有點誇張啦 這個90一推又搞事情 真的是又搞事 又搞事情啦 我們來看翻牌 我們的決賽組啊,最後的四人組 8,看到張8 可惜是疊牌 看一下,188的面 啊,這個牌啊 90 真的是 我們的決賽組打得非常的戲劇化 真的是戲劇化 要麼不來牌,要來一起來啊 哇 78,90 60 狗 我們的Roman 60狗 這個如果真的一個Double Kill 真的是有點扯了 60狗 他現在有38%的盈率了 好,那個8 我們Ivan Lee有一個Triple Up 然後我們彈軒是出局是不是 一下子啊,格局就不一樣了 小排 真的一下格局就不一樣了 真的 翻前一個90的All-in 撞到AA和KK 太扯了 真的是比扯鈴還扯 呵呵呵 而且是一個決賽桌的四人桌 對啊 然後做人是90零時起義來搞事 因為遊戲一旦進入到一個短桌階段 他們互相之間籌碼就聚集的會比較快 所以掌盲的速度在後期就會顯得比較慢 所有的短牌賽事啊 都是越到後面打得越慢 在前期就打得非常非常快 對啊 好,這盒牌 圈石同色 加注到41萬 他人面是在專位拿到一手A勾啊 這盒牌是非常好 面對到對手一個前周圍的加注 至少也是能做一個跟注的 好 在一對一的狀況之下 這裡有位置的狀況 跟注是蠻不錯的 可以看到是一個五五開 做了一個跟注之後 我們底池來到一個88萬 哇,我們各自有各自的擊中 對我們Van Lamb來說算是一個不錯的幾個擊中啊 有一個頂對帶雙頭抽順啊 非常好的一個翻牌 底池來到88萬 看一下這個牌我們的Rainman會損失多少 當然他也有可能 有28開的概率是在之後得到一個反超 這個底池如果在翻牌有下注的話 那麼很有可能會拉開差距 在這兩個玩家之間 好,我們的Rainman直接在專位選擇下注52萬5千 那麼勢必是會拉開差距了 因為目前底池已經 至少會超過200萬 對,那我們Van Lamb在這邊 他有一個頂對帶雙頭順 他甚至雞精一點 這邊有可能會直接O-In 看一下他怎麼抉擇 在這種頂對雙頭順的機會 他有一個後門花 而且他不用擔心有被買花的一個機會 很有可能會直接O-In 他選擇跟注 選擇保守一點的選擇跟注 其實我到底覺得保守一點是選擇O-In 他激進一點就是選擇跟注 這樣會給對手一些反抄的空間 那這邊開出這張牌 算是已經是Q-Action了 他也只能繼續Check 希望對手來投機 如果對手在轉牌不投的話 他合牌可能會主動跳起來打一槍 不然就是Belen自己可以跳出來打 然後打一個超級小的 打一個什麼 10分之1 8分之1底次那種 A-Go這裡也不太會打 因為他這裡 他的開牌價值還是蠻高的 可能會選擇考慮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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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底次已經來到193萬 目前底次已經來到193萬 他還是選擇打 我選擇去把自己的成牌 轉成Buff 對 因為畢竟對手是在轉牌有過一個過牌跟注 那麼轉牌 在翻牌有一個過牌跟注 那麼對手的範圍裡面有很多的類似於A圈這樣的牌 因為對手的確是在翻牌前一個加注者 那麼他想要打走對手的一些強的擊中 他想要扮演自己的牌裡有一張10 那我們的LAM在這裡 可能要演一演 然後選擇做一個跟注 底次已經來到303萬 並且勢必會超過400萬 那這一把讓我們揉面掉入一個深淵 好 直接選擇all 那他A勾就扣不動了 A勾就只能蓋牌了 只能蓋牌了 這手牌 一下子就拉開了差距 我們的BEN LAM是有620萬的積分牌了 好我們的RUMMAN是掉到了只剩200萬 OK 這次RUMMAN也沒有選擇 也沒有上當 是一個三加平跟的一個底次 好 我們的翻牌出現一張9 我們翻牌出現一張9 GoGo現在在這個翻牌 還是有不錯的一個攤牌價值 那AV6用一個兩頭滿順做了一個下注 那GoGo是直接蓋牌啊 哇打得很很穩啊 GoGo直接蓋牌了 然後我們這邊RUMMAN有一個 中個三點 很有可能會Race 喔他沒有選擇一個Race 那我覺得剛剛犯了一個錯 這邊感覺很容易就被買到了 會不會 喔沒有被買到 買不到了 買不到了 那就是我們 AV6是JoinDead 喔沒有還有一個紅心的機會 其實AV6在這裡會可能考慮到 他牌線很大 有買順有買花 那麼對手大概率摳上來 有可能是一張K 對啊 這邊應該是打不動 拿免費牌吧 直接All-in 直接All-in啊 蛤 他是獨對手沒有葫蘆啊 那有K 他想要去直接跟K做一個對抗 但是這牌打極了好像 哇 這手牌 不過我們的RUMMAN是沒有什麼後手了 一百七十億萬的五千的後手 看一下盒牌能不能發到一張紅桃啊 不過的確在AV6的一個眼裡啊 他的奧子現在 除非對手是葫蘆 不然他的出牌是很多很多的 茫茫多 真的是茫茫多的出牌啊 有紅桃和兩頭勝 如果對手只是 還是對手得有三條的情況下 對 對手又可能是完事沒東西 直接被他木走了 這手牌 還好啊 他是短碼 那麼只損失了一百七十多萬 好 這時候我們在槍口的位置啊 我們又拿到一手很強的牌啊 K圈 那應該是至少是個平跟路詞啊 肯定是至少是平跟路詞啊 跟住之後 好 我們的Ivan Leo 這手牌打起來了 一百七十萬選擇all in 這手all in 有可能K圈有概率跟喔 一百七十萬 一百七十萬 啊跟了 直接就跟住了 一秒都不太長 因為他現在有一個四百萬的籌碼 可以有一個機會可以 贏掉Ivan Leo 他就想要去嘗試一下 因為他有兩條命啊 對手就一條命 那這邊雖然是被壓腳了 可是 對於我們的Romei來說 其實 還是蠻有機會 用這 自己的一點點生命值去拚啊 好看一下 九九十 瞬間多了四張Gold的一個Auth 他有七張牌 出牌 現場還有很多人在看 一張六 沒有 沒有任何影響 還是要勾跟圈 頂住 OK 他教我們Romei說頂住啊 自己讓自己頂 要這樣頂住 那X-King能不能頂住呢 看一下盒牌 哇 一張Jack 沒頂住 我們的M6沒有頂住啊 好 我們M6拿到了第三名 非常的遺憾 我也是恭喜他啊 贏家上比賽的第三名 也是可以拿到我們325萬港幣的獎勵 好了看到 下一球拍 哇 這什麼東西啊 這個發的也太扯了 單挑的時候X-King對X-King 那翻盤前就打光了 就是一定的 在 在短牌裡面 AK對AK很難 有發到一家贏的啦 機率太低了 那做了一個Race 做了一個 60萬的加注 也不是很大 六個前注 ALL IN CUT 好 想說 關鍵的一把 結果是個SING HAND 來看一下會不會出現 SING HAND SING HAND 就AK銅花的勝率還是稍微高一些啦 畢竟你一張牌要中四張花比較難 AK至少自己先拿兩張 看一下 喔是到紅的喔 好那就很難啦 基本上只有 跑跑 對 跑跑Club 給他們一個SWATE 就用魅花 魅花 哎呀那還呢 直接是 分屍了 兩家都 兩家都打滿 直接ALL IN CALL 直接ALL IN CALL 直接ALL IN CALL 我們的ROMA是ALL IN了他的圈八銅色 好我們的Ben Lam 一手K9 一手K勾草花 接下來這個拳下 抵制來到734碗 兩張紅桃 而對手是擊中了一個K 所以目前只有紅桃的出牌 看一下我們的轉牌 直接是一張紅桃 那麼 我們的ROMA是直接靠這個拳下 拿到了一個Double Up 合牌再補了一張紅桃 他目前的籌碼是來到了730萬 而對手是只有530萬了 我們的LAM在一手牌之間 喪失了一個很大的優勢 全勾對上70銅色 看一下這手牌 我們的翻牌 前置位 抵對過牌 兩片神的過牌 轉牌如果來彈勾的話就有意思了 一張方片6 好 哇 合牌一張勾 那我們這裡的BEN LAM是 得到了一個 堅果順子 對手連續的在前位過牌 那麼他的範圍裡一定沒有花 在這個面上他一定是大的 而對手有兩隊 這裡是可以去選擇考慮抓機的 因為只輸一些時差的組合 和很少很少的兩隊組合 好 做了一個標準的根柱 輸掉了325000的籌碼 一手牌為BEN LAM 又拿下了50多萬的籌碼增長 一來一回就有100多萬的一個 差距 好 這手牌我們的K勾同色 選擇在前置位跟住 LAM選擇過牌 那這手牌應該會打起來 如果發的大的大的話 兩位玩家手裡的牌質量都非常高 不太會輕易的放棄 開牌來到K圈8 那這手牌勢必會打起來了 我們的Roman是擊中了一個頂隊大踢腳 而我們的BEN LAM 有一個兩頭牌順 面對對手一個30萬的下桌 在48萬的底子中 直接下桌30萬 這裡選擇一個標準的跟住 他有位置 可以去看更多的可能性 轉牌來到一張 重複的圈 K勾這裡選擇控持 做了一個過牌 看一下我們的BEN LAM 下桌62萬5千 那這裡的K大概率還是要做一個跟住 現在我們的BEN LAM們 特別期待在盒牌能看到一張9或者一張S 看一下我們的盒牌 喔來到了一張A 那他的堅果順子聽順成功 對手再一次再前衛過牌 兩百三十三萬的底子 對手目前 葫蘆的組合非常非常的少 畢竟這是一個單挑的底子 BEN LAM 這個是要想啊 他到底要打多少的VALUE 這手牌是一個比較關鍵的機會啊 很難很難等到這麼大的一手牌 兩百三十三萬的底子 他可能會考慮做一個一百七十萬左右的下注 下注正正好好一百萬 那做了一個半池不到的下注 這裡的K好像是蓋掉了 錄了一個小時候 這對手有圈的話一定會抓的 這對手有圈的話是一定會抓的 對手有圈的話 對手有圈的話是一定會抓的 这手牌A6对上97 翻牌980 Ben Lam再次的击中了中队 他用一个下卡7过牌 那卡7没有听到 拿到了一张A 但是我们的Lam也是有一个买顺的 哎呀 哎呀呀 这张6发的 我们Lam这里是击中了一个顺子 对手这里有两队 他有很完美的去掩盖了他顺子的一个牌力 在前之位连续的过牌 做了一个40万的下注 做了一个跟注 那他的顺子是吟下了地池 好 这手牌 选择All in 445万几分牌 用他的K10梅花 Ben Lam这里有一个K勾 压制对手的牌 选择跟注 那只手牌 如果我们的Romain输掉的话 这场比赛将赢来尾身 目前底池来到890万 如果他赢下了这个底池 他也能重新再次的 拿到一个不错的优势 开牌来到A9圈 他是只有三张勾的反买出牌 对手是卡10 他卡勾 再一次一张圈 依然是只有三张勾的赢率 还有36%的平局 看一下 合牌一张8 那么我们的比赛结束 恭喜我们的Ben Lam 是赢下了这场比赛 获得了我们50万港币买入的短牌 快速赛的冠军 虽然也很遗憾 但依然还是要恭喜我们的Romain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亚军 同样收获不菲的奖金 492万